人是贪婪的 那灵会不会也贪婪 因为他早就讲 你帮他解决他的问题 灵会理所当然 他不会贪婪 灵呢是很梗子的 人家说死人敌死人敌 所以灵只为了一件事 你当初给他的承诺 你当初答应我的事 他只是因为 你没有完成那件事 他只是秉持着 你当初的承诺来的 所以他是来的理所当然 但是他不会有欲望 那如果有欲望呢 通常是叫我们所谓的邪灵嘛 你们听到的就是所谓邪灵 邪灵呢 其实就是我们人的欲望去造就的 我可以替灵讲这些话 因为是我们人的欲望造就了邪灵 快点快点 要开始了啦 现场准备 5 4 3 2 新闻800款 你爱听 Dutch款 艾瑞克 in新闻 我来说 你来听 大家好我是钟勋 我是志华 欢迎收看我们的艾瑞克 in新闻 新闻mega 都在家 我们今天很高兴呢 邀请到我们的林学老师 我们的陈慧君 慧君老师 我们的慧君仙姑 但是这样叫你吗 对 我的朋友都告诉他的朋友说 我有个朋友是仙姑哦 为什么他是仙姑 你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OK 我是慧君 对 然后也可以叫我仙姑 然后我从30岁那一年呢 一直到现在有20年的通灵经验 20年 对 很厉害 20年很资深哦 很资深的吧 对啊 对 但是一开始呢 我也不是说 我就是会通灵的人 对 我只是一直有人来找我 一直有人在跟我讲话 然后那个人在哪里我不知道 但是一直有个声音 一直有个画面 然后呢 再告诉我说 你要不要来 你要不要做什么 然后 你后面有车子哦 你旁边有人哦 然后我都这样回头看 在哪里 在哪里 所以你那个契机 第一次的契机是在哪里 你怎么发现 开始有这种通灵的能力 我的契机很妙 对 我的契机来自于 我不想理他们 然后呢 他去找我的小孩 然后我的小孩呢 被他们搞到 就是流鼻血 两个人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段 在半夜流鼻血 那我们流鼻血 我们隔天一定很紧张 带他去看医生 诶 看完医生没事 那我回去跟我公公讲 因为我公公也是我的老师 他也是一个很棒的 通灵老师跟命理老师 我跟公公讲说 诶 我的小孩 两个晚上都流鼻血 诶 阿公听到孙子流鼻血 应该怎么样 很紧张吧 很紧张啊 对啊 阿公跟我说 你时间搞就知道了 哦 我就一头纳闷 孙子叫时间搞我就知道 对 结果没多久之后呢 我就 我就在桌上看一本书 然后就有个声音告诉我说 嘿 你想好了没有 我心里想 蛤 我到底要想什么 诶 我心里想 阿公讲的话 如果我还没有开通的话 他是不是会再去找我的小孩 所以我的点就是 他找我没有用 所以他去找了我的小孩 所以当时你意识到 这个可能是一个灵体是不是 对 所以我就去接受听他说话 你讲到这个人 你讲到人 人家会觉得很好奇 男生女生啊 老人年轻的啊 还有他的声音是不是会像电影演的样子 就是会有echo这样 有时候他会是个画面 画面 对 那声音 比较妙的地方是我心里在想什么 譬如说我现在心里在想 我待会很想要去看一部电影 然后就有个画面跟我说 你想看什么电影 哇 然后你就会觉得是谁 这样子 所以有一天呢 我就在我的 我公公有给我一个佛坛 我很幸运就是 他先帮我创造了一个佛堂 但是我不会使用它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它 但是呢 等到这个声音出现了 契机也到了时候 我回去问我的主神 就是观世音菩萨 我问他说 你告诉我 观世音菩萨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观圣帝君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 那你告诉我 我就做 这样子 所以当时跟你讲话 我是在跟神灵讲话 但是当时神灵 那个神灵是谁 那个神灵呢 在我的心目中 它就是一个画面跟一个声音 但是你不晓得 它是哪一尊神明吗 我知道 是哪一尊 就是观世音菩萨 对 老师我有问题 因为我好奇的是 因为人家说那个观世音 它的法相是男性 对 可是它在台湾现世是女生 那一般人讲说 你看像在台湾的电影里面 你演的都是女生的声音 然后他跟你讲的时候 它是用男生的声音 还是用女生的声音 我仔细回想 大概二十年前好了 好 我觉得声音对我来讲 不是重点 我觉得那个时候 对我来讲是 声音跟画面才是我重点 我没有去注意男生或是女生 那我慢慢的会告诉你 我后面就有看清楚了 对 所以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 它是男生或是女生 他也没有给我特定的一个像或是形 他就是五行体啊 所以声音也都是很中性的 这样的吗 那我好奇是这样 没有印象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零就是五行体 五行体 这件事就是告诉我们 零它本来就是五行的 它没有形 那也没有性别 怎么会有人来要求我说 你告诉我零长什么样子 所以有时候呢 我就会很为难的 去跟零界讲说 给我一个形 但我就能够去跟这个人讲 然后让他相信你的存在 这就是我的角色 我在跟他们做这样的沟通 可是当时为什么会让你的小朋友 流鼻血这件事情 你有问过他吗 事后有问过你主神吗 我事后有没有问过这件事情 就是我是一个 很喜欢探索追根究底的人 所以呢 我去理解一下就是 当时的流鼻血状况啊 是正常的流鼻血 你不会心慌 但是你知道那一晚的状况 我讲给你们听 小朋友在睡觉 我的手一摸 床单怎么湿湿的 我打开灯一看 是红色的 可是血的 怎么可能流这么多 对吗 那打开灯的时候 我女儿的脸全部都是血的 因为她这样子一直弄 所以呢 你看到的影像是 一个小女孩 然后脸都是血 然后整个床单都是血 然后所以我 第一件事情就是做我人的事 我就是拿着毛巾帮她擦 然后把被单拿掉 然后那个血还渗透到下面这一层 那你就可以想象 怎么可能会流这么多的血 好我第二天带她去看医生 我还挂持记了好 就是好去挂好 然后还挂急诊 就还被医生骂 因为当时她并没有流鼻血 医生还跟我说 你没有紧急状况 你为什么还挂急诊 昨天晚上那个情景是让我非常深刻 是她流了很多很多的血 好没事了 然后呢 同样的过了一个礼拜 我的小女儿一模一样半夜两点 又是这样的一模一样的状况 两个 我一样摸到一滩血 我一样看那个小女孩这样子 但那个血隔天还在吗 隔天就是都在 都在 都在啊 所以不是幻想 不是幻想哦 她也都在 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小孩子是存在的有形体 这个无形体创造了一个契机 她也去她也很厉害的去扭转的一个现象出来 对这个就是很灵 灵跟人哦 就是很妙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人有想法有做法 那灵呢 就会趁这个想法做法去趁细 然后去进入产生所谓的现象出来 然后所以常常有人会说 你去用刷到 啊刷到怎么会破杯 对嘛 啊刷到不就是一个气吗 但是老师我觉得 人家都觉得观世音菩萨是一个慈悲的现象 但是你看啊 她是个小朋友 虽然一定是没有伤害 她只是要产生一个现象给你 所以她没事啊 对 所以我的小孩子没事啊 我们我觉得中心 中心跟我 跟我的想法 应该就是为什么会让她流血啦 对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流血 但是你公公知道这件事 我公公知道 但她试现 她试这个现象 应该是有一个有个意义在 后来我有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思考说 小朋友那个时候的年纪 她很容易流鼻血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后来还有去看嘉一科 嘉一科说 会不会是因为你们平常吃很多的炸鸡薯条 然后我就说我们也很少吃 所以我在想她那时候的气机 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因为 我那个时候的小朋友 很容易流鼻血 他就是顺势 顺势做了这件事情 他也没有造成他的伤害 但是他就是顺势让他就是 做了这样的事情 某种程度应该是说 观世音菩萨告诉你说 你的时间机缘到了 然后呢 小朋友可能不用你担心 因为他可能会看着 因为他可以做这件事 就代表他可以帮你 哇 中心很会解释 我觉得他解释好合理 我可以想象嘛 因为大家可以觉得 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很慈悲的 这个是真的 因为到后面的时候 我真的有跟菩萨讲到 就是说 如果我真的要坐在这个平台上面 当通灵老师 我就希望他可以帮我 好好照顾这两个人 因为你最挂心 妈妈最挂心 你一定是小孩子 果然是资深媒体人 果然会把东西都顺格很理化 身为爸爸都很理解 妈妈的想法 对 当父母都很想 对对对 都是很理解 他刚刚有合理调是说 譬如说观音帮你把这件事情 就说再大的困难 我都可以帮你安全地度过去 对 也让你下定决心 对不对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时候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我就询问说 你知道吗 当我接这件事的时候 我询问菩萨说 我的未来在哪里 你有问这么直白的话 对 因为我想要知道就是 我三十而立 我要立在哪里 那时候当你三十我三十岁 那我做这件事情 我的未来在哪里 我的小孩怎么办 对 我的家庭怎么办 所以我就这样 一个一个的问题 换我回过去 对 那当我问出一个问题的时候 菩萨就会给我一个画面 对 就是我的未来在哪里 这件事很妙 当时我三十岁 那我会设立目标的原因 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的关系 那我当然就是用我这一个 人的想法 人的想法去问菩萨 那菩萨就给我一个画面 就是我五十岁的时候 在做什么 所以你已经有看到 六十岁七十岁 他今天有一个欲吃的画面 对 而且那个画面很妙 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画面 就是你没有缺吃 你也没有缺用 但是你没有大富大贵 了解 我那时候的理解就是 如果我活到七十岁了 我没有缺吃 我没有缺用 我够了 我的小孩都安全 然后我的小孩都可以平安长大 我那时候就跟菩萨说 好 看到七十岁 我就够了 对 然后接下来是 你要告诉我我要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啊 对 菩萨跟我说 只要把你看到的东西 跟这个人讲 你有看到你就说 你没看到你就说没有 就这样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传译者啦 我心里想说 对 蛮简单的 对啊 如果这样听起来就是 就传达菩萨的意思而已啊 对 你不用修 修为或是什么 开始了 你讲的重点开始了 我也认为很简单 我也看到我的未来 所以我就傻傻的答应做了 但是呢 我把我看到了就跟你讲嘛 那我跟你讲说 你旁边有个女鬼 吓死你了 怎么办 所以呢 你知道有一天 我就这样子面对着菩萨 然后我就这样 嘴巴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我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 菩萨跟我说 弟子啊 你跟空气讲话都不会说话了 你怎么跟人说话 所以你看到的东西 不是只有神而已 就是所有灵体你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那你看到灵体是 就是像我们想象中的 就像那种 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吗 还是说 是一个很虚幻缥缥缈 或者是一个发光体 或者是断头的啦 或者是车祸的啦 这种比较可怕的影像 也都看得到 以上所说都有出现过 真的假的 你突然让我想到一个 就是 我之前的同学 他晚上在那个 加油站打工 然后他从来都不觉得 他会通灵 可是他就说 他有一天晚上 他回来跟我们分享 他说他在加油站附近 大渡路那边 看到有那个牛头 不是不是 黑白无常拿了锁链 我更正一下 他是先听到锁链声 哐啦哐啦哐啦 才过去看 看到一个黑白无常 在地上拖了一个人 他说他自己觉得 是看到幻象 就没多久 那边就发生车祸 他回来跟我们讲 可是后来呢 他去游泳 他在水里面 看到很多人 很多只手 在抓一个人 后来那个地方呢 也发生了水鬼 溺水事件 从那两次之后 他就常常可以 看得到东西 而且 但我觉得说 他不是说谎的 所以这个 其实就像你讲的 就是那种通灵的事情 就是突然间 你就看到那些影像 他是一个开关吗 帮你开窍 他是一个开关 但是通灵这两个字 通 所谓的通 你认为什么是通 通喔 就是像刚才看到的契机 这个是看到 对 他看得到 但是他没有通 对 你讲了也没有通 对 像老师 我刚才讲 我同学那个案例 我就是要跟你分享说 他看到以后 他都不敢跟别人讲 是 放在心里 对 而且他 也去问宫庙 他说 宫庙也跟他说 你不能跟别人讲 天机不可行 泄露 所以真的有这回事 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讲了 不是 因为我有个客人也是这样子 就是曾经因为他都可以看得到 车祸之前的灵 他就像刚才你朋友这样子 他可以看到 这路上会产生一个灵 然后没多久就发生车祸 可是 他没有办法去救这个人 他心里很难过 所以最后 他生病了 所以刚刚我才有提到 跟慧君老师这边请教 是不是要有一个自修的过程 因为你有看到了 那你就会产生 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什么事 来哟 开始自修 对 就是我的 我要开始接受 菩萨的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的前面的三年 我是必须要 不能够化妆 不能够剪头发 然后我只能穿黄色上衣 黑色裤子 这谁跟你讲的 这是菩萨跟我说的 然后我必须要每年去到三清道祖 然后那个草天宫 妈祖庙 新银太子宫 然后子族室 屏洞的内门子族室 我必须去那边领文件 我要去领令下来 我的我要办这件事 之前我需要有执照 我需要有个执照 所以你等于是有一个书文去禀报 对对对 所以你要先去类似像劳动部那种 对我每三年 每三年就是每一年都要两次这样的 的一个步骤 把所有的大庙都要走完 对 然后我必须要就是念经 就是每天带着信众念经经文 可是你要知道 我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经文的 所以当我在念经文的时候 我念到里里浪浪浪 然后菩萨也是很有耐心的就是 一次一次的让我就是 可以很顺的用台语把经文给念完 对 然后所以这三年是我的修行的时间 对 也就是说我完全是都在办事 然后办事的过程里面 菩萨会每天晚上要我跟空气练习说话 就是怎么去表达 我是谁 他是谁 这个人为什么要来 把这三件事情弄动 就是他要我学会表达就是 你来做什么 你要什么 以及菩萨可以给你什么 以及灵需要你做什么 以及我能够帮你们做什么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 你刚刚讲说去那些大庙 在这个所谓禀报 或是在练功 或是讲书文 那你怎么知道 你有得到这个可能 妈祖或是太子爷的运诺 是拐归吗 还是 拐归是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会有灵动 灵动 对 然后在灵动的过程当中 他会有一个回应 我是小白快点 我不知道什么是灵动 快点 灵动是怎样 灵动就是 周清你知道吗 应该有看过吧 看过 但是我没有那么的理解 有时候我也不太理解 所以你的身体 就是借由你的圆灵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会怎样 我们现在先把圆灵介绍一下 因为菩萨是我的主神 那有一天呢 跟我讲话的那个神音 祂是谁 然后有一天 祂就善我的神 善我的神 因为祂是我的圆灵 然后我平常讲话 就是很正常的 对 祂上我的身的时候 祂突然变成一个小朋友的身影 然后祂 祂告诉我周边的人 就这边的 姓众 姓众 师姐们 祂告诉她说 祂叫小菩提 祂已经1236岁了 所以祂 我刚才还想猜说 是不是三太子 说不是 所以其实在神灵之外 其实会有一些真正其他的仙人 对 所以真的 真的是 因为我今天其实在开车来的期间 我还在跟我另外一个朋友 他在修的人 我还在讨论这件事情 是 所以真的会有仙人存在 我们也可以称祂就是神灯 对 然后我称祂是我的圆灵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清楚 要做这件事的人 所以祂是谁 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 然后以及祂能够上我的身 是经过我的统一的 不是任意 因为我领这个指令 回来 谁可以上我的身 是由我来决定 不是由灵来决定的 这跟外国电影很像 就是你要不要 他就是 外国电影他会讲什么 你要不要接受我给你的 我不管是邪灵还是证灵 我要给你的力量 一定要你本人说 我同意 你同意之后 那个力量才会关到你身体里面去 真的是这样子 这是必须的 而且这是我 定契约的意思 这是我才有我这么做 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有些人他不像我这样 就是说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 就是我的公公 原生家庭 他们就是一间大庙 它是观神帝君庙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 有在从事这些事情 然后或许搞不好 我可能在 就是有这么众多的资源之下 然后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确实也会比别人来的 还要再容易一点 但是就是因为我比别人来的容易 所以我更要清楚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老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你讲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某种程度跟机身 那他会常常就上你的身吗 为了要办事 我的小姑啊 她是机身 对 这个机身 它是由 斗鸡和斗头 斗头操控 然后机身就是被副身 那以前在我还没有开始正式办事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小姑 常常被那种断头的灵上升 她就会脖子断掉 然后她是一个女生 她就会变成一个 很丑很丑的样子 那为什么她会被这种断头的 因为是 就是别人的祖先啊 就是来闻世的人 或是她的冤亲在主啊 那 所以她也是通灵呢 她是机身 对 然后 机身的定义 我一直以为机身的定义是给神明用 对 她的身体是 愿意给灵来附神 不一定是神灵 是包含祖先灵啊 你们所谓的灵 就是祖先灵 因灵 然后冤亲在主 她是只要透过这个仪式的话 她都可以伤她的身 但我看到她被这样上身之后 我的第一个原则就是 我办事的时候不要这样 我是不可以变成很丑的样子 这是我的原则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小菩提 她跟随修的那个主神是九天玄女娘娘 九天玄女娘娘是一尊很漂亮的 很优雅 对 所以真的是符合我要的 我不能够当极神 因为我没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借给别人 然后有别的外灵来上我的身 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只愿意让小菩提 或者是 如果是神明的话 可能他都会跟你沟通吧 会 神灵谁也谁 就是哪一尊神灵要上我的身之前 我们会先做沟通 然后今天是由谁来主事办事 然后就上身来跟信众就是提供他们要问的事情 老师那像你们这样当机身或者是被神灵 他借用你的身体这样然后传达一些意念之后 就退嫁之后 很多人会很累 这会这样子吗 会 因为我们的身体被另外的空间的灵 就是使用过之后 你的原程会比较虚一点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花时间在读书的时候 明明就没有做什么劳力啊 但是我们老一直在动 动完之后考完一尝试 考完一尝试就会觉得好累 很虚 有我们每次写完稿以后我都觉得好累 对对对 因为有在动 对很跑新闻在写稿的时候 对对对 这超累 因为你的思绪一直在动 那因为灵上升的时候 它是在操控你的潜意识的 它操控你的潜意识的时候 所以你的原程是会比较 退嫁的时候你是比较弱的 然后还有就是 当你退嫁的时候的记忆 你自己可以去跟办事之前 你可以跟主神讲 你要留几分记忆 真的假的 它可以让你全部知道 它也可以让你全部不知道 就断片 就是那个时候有可能会断片 是有的 这些状况都是有的 真的 所以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前一阵子 因为这几年 因为那个索菲亚 就是那个通灵少女的关系 因为电视剧 通灵少原型 对然后后来真实的 这位人物出现了 那我有看过他的访问 他也有提到 为什么后来他 不愿意再帮忙了 因为他觉得他太累了 他真的应付不来 然后他就去信了阿拉 那我觉得 你自己看到他这个状况 然后你去对应 到目前你都还在服务 你自己会觉得说 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对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跟修理 可是为什么他会 他会信阿拉 没有他后来他就说 他不想要再 他有讲过 他有说书 然后他有解释 他有解释 他原因他有提到 其实最重要 有时候就很多无奈之事 然后他要做好多 可能不是出于他意愿 然后有那种纠葛 你知道吗 这有关于就是 我当初要接这件事的时候 我是有跟菩萨说 我愿意做一辈子的 所以我没有离开的原因是这样 那再来就是 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以上那个通灵道理的感想 其实我也都有 所以我后来呢 就是进修自己 我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学士啊 所以我后来才会在佛光大学 继续修硕士的宗教学 因为我觉得透过知识 可以去解决到 就是自己内心里面的 化解自己内心的一些疑问 以及人 人的欲望是无限大的 然后人跟人之间的纠结 也是就是交错 就是让你有时候是很无奈的 可是这些事情呢 怎么样让这些信众可以放得下 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会 有时候我都会跟信众讲 如果你一个人你想要成长 你成长的空间 你必须先去接受 你自己不足的地方 你先接受这个真相之后呢 你才有办法让自己 有更多的空间去成长 那你才会进步往前走 必须是这样 但是过程呢 我可以陪你 我愿意一路上陪你们一起走 所以我的信众大部分 到现在跟我都十年以上 因为除了我帮他化解灵学上面的事情之外 我也愿意陪他一路走下去 所以这个部分是心灵上面的沟通 然后跟信任 然后再从灵学上面呢 让他们找到情绪的出口 然后再对宗教的信仰 再对我的信任 我觉得志华一直有想问题 有问题想要问 请说 没有我好奇说 那你们觉得 因为刚才想说他姓阿拉嘛 然后你刚才听到这些东西 什么听他们分享 人的欲望是无限大 所以你们累的点是在哪里 是说听到他们觉得说 人太贪婪吗 因为最后灵很好沟通的 因为你有看他的书的话 其实他上面有提到就是 不管你所谓的恶灵 或者是祖先灵啊 或者是阴灵 其实这些灵不会无缘无故来找你们 所以他们说什么吗 他们也是有单据的 有单据 举例我们欠人家钱 那要不要写戒票 对 他也是有一个 他也是有个状子的 那这个状子呢 我们在办事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他的状子写什么 所以恶灵来的时候 他会拿一张单子 最好 对 我们会回他 像我都会跟他说 你有没有那个挂号 对 把你的状子拿出来 真的假的 如果没有的话 请他去排队 就是有状子的人先排在前面 我就先处理 对 然后没有状子的人就先排在后面 所以 老师你有时候在办事的时候是 那个 灵堂全部都没有人 我有个团队 然后 都没有民众 然后旁边就只有一堆灵 这样子 这很可怕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会不会可怕 因为如果我今天 他是我的团队的话 我是有分明的 就是我有兵将可以处理 状子这件事 我有兵将可以化解 然后我有兵将可以 就是帮我把持做结界 这是我的团队 对 所以 我会花更多的时间 跟大家解释 谁是我的团队 团队在做什么 这样子 对啊 所以老师简单说 虽然来的灵很多 但是老师本来就有所准备了 对 对不对 然后其实 刚刚老师有提到一件事情 因为你刚刚 我很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关于 灵会不会很 人是贪婪的 那灵会不会也贪婪 因为他找你 你帮他解决他的问题 灵会理所当然 他不会贪婪 灵呢 是很梗子的 人家说死人敌 死人敌 所以灵只为了一件事 你当初给他的承诺 你当初答应我的事 他只是因为 你没有完成那件事 他只是秉持着 你当初的承诺来的 所以他是来的理所当然 但是他不会有欲望 那如果有欲望呢 通常是叫我们所谓的邪灵嘛 你们听到的就是所谓邪灵 邪灵呢 其实就是我们人的欲望去造就的 我可以替灵讲这些话 因为是我们人的欲望造就了邪灵 但是如果今天有祖先灵来也好 冤亲再祖灵来 他们都来的理所当然 就很简单 他们为了这个理由而来 那你帮他解决了这个答案 给了答案 他自然就会顺利解决 是常常有人说那个 就是活人比死人可怕 对 所以活人会害人 害人 死人不会害人 就神就是把问题解决好就好了 确实 确实好棒喔 你讲这句话他真的很棒 我们最后我们要个take away 所以我们要请老师 帮我们分享最后一句话 我们从刚刚的内容里面 我们 summarize一句话 就老师你今天要有什么东西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因为刚刚其实老师已经讲过对不对 再帮我们讲一次就好了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人的心啊 只要是能够专注 你能够专注在于当下 你不要去想过去的事 也不要去想未来的事 能够专注在当下 你能够满足 你所获得的东西就够了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你就不会贪婪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未来也还没有发生 那专注在当下的那一刻 是你最珍贵的 因为这一刻过了就没有了 是吧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人只要能够专注于当下 你就能够幸福 然后满足 这个就是放下 这两个字就是专注 未来的东西不要太去期待 才去猜想 造成自己的困扰 活在当下是最重要的事 过去的就放下吧 是 这非常重要 对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欢迎这个慧君老师 帮我们解答了 这个一部分 一小小部分的问题 那我们未来还有很多机会 就会邀请慧君老师 来上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应该大家还好奇 非常好奇 大概在 譬如说像我们在 进行这个通灵的时候 仪式要怎么样 我们觉得非常好奇 我们再跟老师来聊好不好 对 那我们下次就邀请慧君老师 再来上我们的节目 帮我们来解答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 下一次见 拜拜 隐新闻 by bwd6